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 我们来关心 首先当然刚刚讲到美中台的关系 我们就马上来看到 在520之后 两岸全面现在 互相渗入到开枪的状况了 好 我们最新来看到 是在这个社群平台上 就说既然有一个里头消息 是指出说 中国大陆在6月初会入侵台湾 这个消息其实是一个叫做 全球新闻 他们在X平台上po出来的 他就提到说 官方媒体称 截至目前中国军队开始围绕 整个台湾进行演习 包含金门和东营 当然现在这个消息 还没有被证实 只是说如果是6月 其实时间是不是真的蛮紧凑的 已经是很近期了 当然这也显示的是什么 两岸现在硬碰硬的状况 我们看到解放军东部战区 就发新的微博上面提到说 每次有这个批波展览 就是因为有人在兴风作浪 这是暗指谁呢 是不是就是指赖清德了 因为这一次整个军演 也说主要的目标 就是惩戒台独分子 那里头在这个演习当中 也释出了一段模拟的动画 强调说围锁这样子的概念 那包含战机舰艇 是用海空包围的方式 尤其我们看到整个模拟动画图当中 在花冬的地方 是其实距离更加的靠近 官媒强调说 这就是警告台独分子 告诉你 如果真的开战的话 你根本也没有地方跑 没有地方逃 好那再来来看到 东部战区所释放这个 3D虚实动画当中就直接点名到 他说飞弹很可能会有三个落点 一个就是在台北 一个是花莲 另外一个是高雄 而BBC就提到说 这是大陆方面首次模拟全面的攻台 共军是透过向台湾东部 派遣海军和空中巡逻 其实不是警告台湾而已 也是要警告美国人 说表明 任何你想要从东部来补给 或是加强台湾的防卫 都可能会受到共军的牵制 好那现在是否 这个只是一开始而已 因为包含格莱怡就警告说 中共接下来还有其他的 军事经济外交方面的措施 他还提到说 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个演习当中 还有我们没有想过的行动 比如说检查台湾周边的船只 这是格莱怡他提出的 好那接下来 另外也有提到说 大陆可能无预警开展 这些对台演习 其实这个时间点 也是要搭到 是7月份 即将要召开的 中共20届三中全会 他主要分析的点 是说你看到这一些宣传的图当中 在西元后面 还加上了英文字母 所以代表说 是不是他是一系列的 很可能后面还有后续的演习 所以才要做出这样子 精美的多种武器海报 还有繁体字的说明 也就是说恐怕不是只有 这两天的演习 就会结束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 一直到7月其实 也还蛮长的一段时间 好那这个在解放军 这一回的联合立舰军演 这演习的区域示意图 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分别帮大家整理出来 这是在当时1996年台海危机 以及2022还有这一次 三种不同颜色 那你已经看到蓝色的部分 其实原本是只有在这个地方 后来到了去2022年 就是前年的时候 虽然也是围台 可是至少范围看起来还比较大 但是在今年 也就是这一次的 整个军演的范围 你看已经离我们的东部地区 是越来越近的 所以慢慢的 也已经是越来越逼近了 步步进逼 下次大家很担心 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好那现在呢 在这个比拳头 比肌肉 瘦肌肉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回应中国环台的军演 好说美国海军 第七舰队的雷根号 现身在菲律宾海域了 只是说这时间点很尴尬 因为5月16号 他本来准备要退休了 要结束将近9年的 印太部署 离开日本的横须贺基地 所以这一次到底是路过 还是为了捍卫 我们这边打上问号 等一下也可以来分析 好那现在台海紧张的局势情况之下 美国也宣布了说 我要来进行环太平洋的军演 时间点就在6月20号到8月2号 而且包含说日本 菲律宾29个太平洋的国家 都会来参加 人数高达25000人 有分析的人士就认为说 军演其实也是要再向中国传递讯息 也就是说中国想要在西太平洋地区扩张 一定会受到一些阻扰 没那么容易 但是参加的里头 不包含台湾 因为分析人士就指出说 如果大动作就直接邀台湾加入的话 挑衅中国的意味恐怕太浓了 所以也让很多的参演的国家感到为难 为什么为难呢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日本 可是马上睽違四年 中日韩的峰会就要登场了 在这样的大家都要 各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状况之下 大陆外交部就说 他们的外交部长 也要和尹习岳和岸田来进行会谈 北京当局先前其实就已经曾经警告说 华府过多的动作都会进一步推升 和日韩关系的作为 也会升高区域紧张和对峙 所以日韩这也是有真心的 跟美国是要更友好吗 还是其实他们也是夹在 这个蛮两难的状况 好 我们先请教亮哥 怎么看说两岸现在看是 这个更加紧张的状况之下 其实我们整个演习的区域 也越来越逼近我们 那下一步真的还有可能包含 所谓的检查船只 甚至是经济 外交这些措施吗 其实这个不是军演 这个叫战争的预演 这个是不一样的 预演比如说环太平洋 那个就是军演 就是他并不是在当事人的周边 这个根本就已经设定 就是台湾跟外岛 所以他就是战争的预演 他只是没有发射实弹 可是该做的动作他都做了 比如说他出动越中线的战斗机 然后有军舰 有海警船 也包括外岛还有奔岛 就全部都 到时候他就是这些动作都会有 这个就是 事实上你刚刚讲到葛来仪 讲到会不会检查台湾的周边船只 这个是CSIS在搞冰推的时候 有人提出来的问题 那就是说如果他以这个是内政问题 所以我们是做必要的 就是说你要上来登陆之类的 这个确实有人提过 就是在冰推的过程当中说 他如果用这样来实施实际的封锁 那台湾怎么办 事实上坦白讲 他这一次的作为 除了东部跟南部 这个距离更近之外 事实上就是让人家感觉是 他让你的那个活动范围越来越小 然后他也在缩小那个封锁圈 那避免到时候真的发生 他要实施封锁的时候 过于影响周边国家的活动 比如说运输航运 因为台湾是航运路线上的 非常密集的地带 所以我觉得他已经进入 实作阶段 而且他目前也在试探 就是2024A 那如果赖清德未来都没有 BCD这样子 当然是这样 我们也不知道会有多少次 可是这个就是今年的第一次 那目前是这样 就是目前包括王毅 还有昨天央视都点名赖清德 这个就是一个相当严峻的状态 就是已经上纲到用祖先的叛徒 民族的叛徒这种字眼 所以我认为你刚刚讲到说 会不会军事之后还有外交经济 那是必然的 那至于我今天看到梁文杰出来 开记者会 说旅游 路深来台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谈 这个坦白讲这个层次太低了 这个一旦已经发生了 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就是赖清德要不要修正的问题 这个事实上 他的议题的层次 就是1999年的两国论 就李登辉 那个时候在德国之声 讲了 事实上李登辉是讲得非常委婉的 那赖清德是讲的是奇之鲜明 而且是在就职的演说 就职的演说 所以就是空前的一个信念 台独信念的表达 那李登辉那次是怎么结束的 就是美国介入 然后他就在两天之内改口 不然那次也是剑拔弩张 而且你要知道李登辉只有讲到 1991年修宪之后 那两岸已经变成特殊的 国与国的关系 李登辉就只有讲到这里而已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这样 就是看起来我们台湾内部 反对党就是在野党的力量 也不足以制衡来清德 要求他改变路线 我们在野党好像没那么 没那种能量 所以你接下来就变成是 要嘛是美国外交介入 跟1999年一样 那美国要不要介入 坦白讲我现在真的看不出来 因为这一次赖金德 就职业人说之后隔天 当天那个AIT就贴出 布林肯的祝贺 就直接称台湾总统 而且他是以 用国务院的新闻稿 还有署名 布林肯的署名 对 这就是说他是国务院 级别的新闻稿 而且是布林肯本人的新闻稿 直接称你台湾总统 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 美国应该是知情的 知情就意味着 危机不会立刻结束 就是美国不会立刻介入说 来清德你修正一下 不会 我认为不会发生 那不会就很麻烦了 就是变成中国大陆 用军力来逼你修正 就修正的力量只能来自 我们的在野党 要嘛就来自美国 外交 不然就来自道路的军事 那现在很麻烦 就是目前看到 能够使得赖清德 做修正的逻辑 只来自中国大陆 好 来 接下来这个 怎么看说横须赫的基地 到底这个雷根号 他是路过还是要来 真的要来捍卫的 因为他要交接 罗斯福号要过来 那位雷根号从2015年到2020年 已经将近9年在 在日本的恒西河母港 在这边执勤 他要告一段落 要回去大修了 要修正 那罗斯福号现在还在路上 现在已经在通过南美洲了 他要过来越到太平洋 然后到夏威夷修正之后 再到恒西河来做交接 那雷根号他就顺便通过 通过之后再顺便离开 是这样就要回去他的 在美国的母港去 所以听起来非常路过 是这样子路过 我们现在看了 就是从6月26号 一直到8月2号是环太平洋军演 环太平洋军演 我们台湾不要成为会员国 但是最起码能够 先成为一个观察员 观察员之后 派某个一个小型的观摩团 过去观摩 应该这个样子 都没邀请我们 那怎么这样 怎么要去说要帮助台湾 什么叫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美国有事 这样的都连续观摩团都不能达成 那这样的话 换句话说讲这个话 有点要大打折扣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有没有观摩团 有没有成为观察员 这是个指标 有 表示说对台湾这方面 台海其实是非常的关心 而且有实质的帮助 如果没有的话 那只是口会死不会 只是行诸语言而已 因为我们来看这个 中共的这个军演 中共军演它有 这个联合力舰的2024 它有A 它有科目3 科目1 科目A 科目B 科目C 那科目A我看得出来很清楚 就是石兵 石装 就武器装备 石兵跟武器装备 我就想用出来 因为它一下令要军演的时候 立刻就实施了 所以并没有公告 这个飞航公告 你需要化禁区的 禁航区 因为如果会对国际航路上 会有影响 那这样的话要事先公告 没有公告 所以导弹不会先射 所以我认为它导弹射击 跟火力射击会变成2024B B科目的时候 大概就要火力演习 先石兵 石装是A阶段 B阶段火力演习 到C阶段的时候 可能就是复杂电池环境下的 电子站 它是有配套 有动次的 中共规划它是有它的作战节奏 先过来先石兵 石装 先演练一番 所以最近你看 在今天所过来的这些战轰击 距离台湾好近 高度很高 3万多英尺 非常高 一直不断的广播 今天一直不断的广播 美机也过来 美国的 结果美国停不停来看 美国有没有派战斗机 有没有派轰炸机 没有 美国派的是我们叫电针机 电子侦察的飞机 来这边做勤收 那就知道 美国停不停有两个指标 第一个派不派战机过来 如果派战机过来 这边做一些演练的话 或配套的攻防的话 表示说美国在这方面 是很重视的 或者派B-5色轰炸机 因为他B-5色经常进驻在 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 直接就过来了 他也常常过来 上次也到菲律宾 参加美非兼并先列席 B-5色轰炸机也过来了 这一次有没有过来 没有过来 换句话说美国是有关心 但是他们并没有实质上的 在这方面的帮助并没有 他派电子侦达机过来 刚好收这些频谱 是这个样子 我都认为在这个月初 在俄罗斯普林红场阅兵之后 就到中国大陆访问 可能普林 我看他说很关心台海问题 也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是不是普林给习近平一个大礼包 就是把在乌克兰战争 这些相关的电子频谱 到时候收的送回中国大陆 所以这一次乌克兰火力 为什么一直不够 因为每次打到俄罗斯的时候 就偏了 本来是打到俄罗斯的重要阵地 或者机场就打到诸舍 或者是打到养鸭场去了 因为都偏了 都不准 为什么不准呢 被电池干扰 所以我认为是不是俄罗斯 普林把相关非常珍贵的 美军装备的电子参数 给了中国大陆 我认为这个要 非常的谨慎来分析 确实这个战线 我恐怕是确定会 一定会延长了 赖老师 这次的军演 当然因为没有实弹 好像在台湾的很多的分析 都认为说不严重 其实我觉得这次的演习 比平常的演习还更严重 因为它并不是演 它是在 我们更严格上来讲 应该有点像战备检查一样 就是一个命令下来 你部队马上能够出动 出动的时候 每一个人的作战目标 作战区都很清楚了 所以不管是飞行员 不管是战略轰炸机 它要打哪一些目标 也就是说它的单位 被授予的任务 其实都很明确 只是有没有开火而已 所以它的演练的一个方式 事实上是在于 作战的一个方式 而且是实际作战的方式 不管是海对海 海对空或者是海对地 或者是空对海 空对空空对地 那么甚至地对地 或者是地对海 我觉得它演练的方式 都是一样 也就是说每一个单位 每一个部门 甚至到每一个连 它的任务都已经有向打 然后他们都在练打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很明显的顾立雄 他们没有了解 也没有掌握清楚 根本不太懂 对方的军演 应该讲是这一次的 这种演练 他的目的在哪里 格兰宜的推论其实是尝试 也不是知识 跟专业无关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有A就有B就有C 所以一定是会接的 而且在前一天 连《环球时报》的社论 已经说了 你每挑衅一次 我就针对你一次 而且每一次的力道 都会更强 你从这样的一个逻辑 来合理推断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一定会更强大 所以格兰宜这个 已经不是专业了 所以我觉得台湾 把他太高估了 因为他本身的专业 程度其实并不高 他过去是一个传话人而已 这边听听 回去那边讲一讲 那边讲一讲 回来听听 都是采用这个 他的研究水平并不高的 听听就好 我倒是认为说 雷根号基本上来说 他的功能也不大 你看每一次 解放军军演的时候 美国的船舰都躲得远渊的 为什么 这一次在台海军演 雷根号怎么跑掉 他应该要不就 他应该就在台海这边走 怎么跑到南海 我们又没有在南海 大陆又没有在南海军演 是在台海军演 那你雷根号跑到南海去干什么 所以我是觉得说 美国你有点像样 就是人他军演 你如果真的要秀实力 你就来 对 确实 这个军演 面对这样的军演 我们不能够太过 这个调以轻心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場 сдел道 请休息一下 Min